葛珮帆議員 似乎是有蔓延之風 主席回顧歷史造成今天香港獨特的情況 是基於1840年英國侵略當時的清朝 發動了鴉片戰爭 再以武力和清朝簽訂不平等的南京條約 其後在1860年和1898年再簽訂北京條約 和拓展香港戒指專條 將香港全景納入英國的控制之中 即使英國曾經對香港的社會經濟發展有貢獻 但是追完索本 是英國人以不道德的手法得到香港的控制權 八年的統治 香港從來都沒有民主 香港人在英國統治之下是二等公民 八年屈辱仍然溺溺在目 對今日有青年經常揮動港英龍斯奇 對香港有學生和年輕人表示支持港獨 我十分痛心 最近香港的競爭力急跌 相信佔中所帶來的影響是其中一個原因 政治不穩定 社會動亂 就會令國際投資者和人才卻步 一場的佔領運動已經對香港的經濟造成破壞 更何況是提出港獨呢 劉慧卿議員剛才說 不明白香港為何會危害到國家安全 劉議員似乎不明白國家主權和國家安全的關係 在學院香港民族命運自決的專題裡 就有文章討論香港建軍的可能性 香港怎樣維持水資源和宮殿等的問題 公開鼓吹港獨 而在今期的文章裡更加明顯 要不就富裕一戰 奮起革命 要不就屈從一盾 淪為奴才 和向中共宣戰 何俊仁議員剛才又說 港獨講一下而已 我講一下也不行 但上述這樣的專題 似乎不是隨便講一下 建軍、宣戰 在很多有國家安全法的國家 相信真的不能隨便胡亂宣講 主席為什麼我們香港人和我們國家 這麼緊張釣魚島呢 同樣都是關乎國家主權和國家安全 釣魚島可不可以隨便說主權屬於其他國家呢 國家主權也都關乎民族尊嚴 是很嚴肅的 怎麼可以隨便胡亂講的呢 國家憲法和香港基本法都要求 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 任何港獨的言行都是違憲違法的 港獨的思想是對一國兩制的一種背叛 如果今天我們認同港獨的話 我們又如何要求我們中央的政府 嚴守一國兩制呢 那麼我們香港的普選民主路 又怎麼走下去呢 歷史告訴我們 當我們中國人不團結 就會被其他國家欺貌 我們要的是富強的將來 而不是屈辱的未來 如果我們支持港獨的話 今天的繁榮穩定將難再保證 不顧現實的星星之火 是可以帶來很嚴重的後果 香港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絕對沒有獨立的理據和條件 我們香港人永遠都是中國人 提出港獨者無疑於半角 政局不穩就會破壞香港的繁榮 影響香港的發展 對香港對國家百害而無不利 不可不放 主席除了港獨思想影響香港的未來 也有人不斷挑戰香港的法治 破壞香港的安寧 他們用公民抗命 違法有理 不斷抹黑香港警察等等作為手段 陳偉業議員就在他今次的議案發言的時候 多次用三萬黑警來侮辱香港的警隊 實在豈有此理 我一定要在這裡還香港警察一個公道 香港長期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城市之一 近年香港整體罪案數字累創深低 全賴香港有專業盡忠的警隊 雖然附帶有夫之 偶然都有犯法違規的警察 但是都會受到一時同仁的審查 犯法者必定會誠之於法 而且在79天的佔中期間 警隊雖然受盡屈辱 但是仍然盡忠職守 非法佔中的人士被反佔中者包圍的時候 又不是要警察來保護 怎可以抹黑三萬的警員 全部都是黑警 我覺得陳偉業議員應該向全港的警察道歉 主席 警隊是守護香港治安的防線 所以維持警隊的士氣 令這支專業的隊伍穩定運作 對香港十分重要 現時警隊對施政報告裡面提出的 延長公務員退休年齡的問題 以及一向關注的住屋問題 以及檢討即是架構特別有意見 我希望政府可以積極回應 施政報告提出的延長公務員退休年齡方案 提高新入職公務員退休年齡至65歲 紀律部隊例如警察和消防就60歲 而現職的公務員如果要延長退休年齡 就有因選制度 主導權主要是由職系和部門首長把持 有警員向我表示 很擔心這個做法會助長馬房文化 也沒有顧及現職的公務員的感受 特別是多年來一直爭取延長現職 公務員退休年齡的警察 當然局長剛才提出很多原因去解釋 為何新政策不可以讓大量的現職公務員延長退休年齡 包括影響年輕員工的晉升 減少就業機會 影響工作表現 難以控制人手編配等等 但這些問題是否不能夠解決的呢 警隊正面對的是一個退休潮 估計到了2017、2018年左右 就會每年都有過千人退休了 而玩留宴職的警員 正好是穩定警隊編制 也是留住一批經驗豐富的人員的最佳方法 至於影響員工晉升程度有多大呢 如果全警隊一起延後五年退休 根本上晉升的機會是不會消失的 而只是隨著五年延後之後 遲些出現而已 如果要擔心、擔心、減少未來的就業機會 我就建議政府不如先做好目前 未來的就業機會存在很多的變數 但現在警隊已經面對退休潮 人手不足是今日現實的問題 例如佔中期間 警隊就聘用了不少退休的警員支援行動 為何政府不能讓現職人員自願選擇 新或舊的退休年齡 解決此時此刻的問題呢 在1987年政府推出新退休金計劃的時候 是無需要因選的 而是由公務員自行選擇延長或不延長退休年齡 為何今天做不到呢 如果政府今天提出的方案 可以讓所有公務員、紀律部隊 自行選擇是否延長退休年齡 未來十幾二十年的人力資源就比較清晰 人手編配的問題也比較容易解決 政府提出的這個一刀切的方案 已經令很多紀律部隊不滿了 早前就有來自五個紀律部隊 一共十二個工會 向行政會議提交聯署信 我覺得政府有必要正視他們的訴求 另外警隊也都有意見認為宿舍十分短缺 要輪候很久的時間才獲得偏配 而政府提供的警隊退休人員的公屋 配額也不足夠 追不上退休人員的增幅 此外 警隊職系架構也未能反映到警員工作的特殊性 造成政府民職的公務員起身點 教員助級的警員低 但是晉升和增生就比員助級的警員快的情況 整體而言我覺得局方提出公務員延長 退休年齡的方案可以進一步改善 希望局長在吸納各方意見之後 可以在執行細節上盡力完善 能夠穩定公務員的隊伍和紀律部隊 提升士氣 繼續為香港市民提供優良的服務 主席 講到公務員士氣 我想在現在泛民全面 不合作運動之下其實都挺難振奮的 現在在立法會 每天都有很多的官員和公務員在等開會 但是有多少的時間真是用來議政的呢 浪費了多少的時間拉布點人數呢 泛民議員現在是反對一切梁振英政府提出的政策 好像創新及科技局 在科技業界已經盼望已久 社會上面也都沒有爭議 但都要反對 又好像政改 任由幾位局長和司長多努力想和泛民議員溝通 討論政改方案 無論外面有多少市民表示支持 他們都說沒得談 不用說 無論如何一定反對 是不是癱瘓政府的施政 令到立法會空轉 一事無成 這就是泛民議員想見到的呢 我經常都覺得 政府的文責官員和公務員團隊 和我在立法會的工作 就好像原地狂奔 任我們很努力很努力不停地跑 但是都是被泛民反對派拉住 拼命都是原地跑 很多工作都是推進不到 多努力都是徒勞無功 反對派在燃燒著我們的生命 也都是燃燒著香港的未來 但是我今天都希望 和公務員的團隊說 不要灰心 不要放棄 香港公務員的專業 優秀 和為香港付出的努力 市民在心裡有數的 看到立法會今天每天上演的鬧劇 很多市民都跟我說 下次選舉一定會投票 要用選票改變立法會 不可以讓香港繼續走歪路 主席 愛香港 理性的市民 不會再沉默 主席 本人近似陳詞 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